孙禄棠出众的人品高超的武功和非凡的天赋 给车一斋和宋世荣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车一斋擅长研究打法 宋世荣擅长研究内功 1881年 宋世荣来信让孙禄棠再来山西交流 孙禄棠争的郭云生同意后 再入山西 得宋世荣讲论 练神环须之法兵论及内外加之别 由是 孙禄棠内功尽至虚境 之后孙禄棠再返郭云生处 与郭云生共同研究归纳整理行义拳礼法 总结出行义拳有三步功夫 三层道理 三种练法 孙禄棠从郭云生学了八年 尽得真传 郭云生为让孙禄棠博彩仲长 继续深造 又把他推荐到八卦掌名家陈廷华那里 学习八卦掌 陈廷华是八卦掌宗师董海川最好的弟子 功夫最接近董海川 出师后 陈廷华在北京与各路高手比武 从没有败过 八卦掌与行义拳都是以内功为基础的拳 但在技术上又各有特点 行义拳的特点是尽力整实 动作简洁 八卦掌的特点是身法灵活 手法多变 两种拳法各有所长 孙禄棠赶往京城 拜陈廷华为师 因为有郭云生的推荐 陈廷华便把孙禄棠收在门下 教授其八卦掌 孙禄棠本是代意投师 功底深厚 学习起来并不十分困难 八卦掌 有名游身八卦连环掌 内藏十八趟罗汉拳 建有七十二截腿与七十二按角 置于典穴 剑术及各式兵器 均于全内寒藏 承廷华把一生所学八卦掌绝技 倾囊相授 并对孙禄棠说 我有弟子数百人 但没有一个像你这样专心前学 刻苦言练的 我对你十分赏识 所以把所学毫无保留的传授于你 如今你的功夫已深 没有辜负我的苦心 你若有志继续深造 不妨回去好好研习一经 八卦掌之精意都蕴含在其中 承廷华深感孙禄棠的武功 实际上已经超过自己 于是承廷华对孙禄棠说 你应该去访游天下 增长学识 孙禄棠听从承廷华的建议 访游天下 途径河北 河南 湖北 四川 湖南 广东 江西 安徽 浙江 江苏 山东等十一省 曾访少林 朝武当 尚额眉 无论听说 谁有一技之长 不管多么远避险阻 孙禄棠必定要访到 虚心求教 遇到对方要求较量时 孙禄棠也一定奉陪 而且几乎未尝败继 期间 孙禄棠喜攀源 绝显其风 设大川幽谷 曾遇到一位艺人 是位云游道士 俗姓昭 受孙禄棠修心养器之法 该法能弊谷 清净腹脏气血之杂物 孙禄棠后来将此方法 融入自创全数的修习之中 后来又在四川 从一位高僧 研修一经数月 并与武当山 从陈信影师一同截卢 听他讲论丹惊 孙禄棠也曾多次遇到土匪 与之敖战 独斗群销 所向披靡 大约游历了三年的时间 孙禄棠融会所学 使鸡鸡和于道 宫真造极致敬 可谓顺天应人 1888年 孙禄棠返回宝定 在宝定 本打算在宝定 与老师李奎原和岳父张瑞 一起开办一所 文武兼修的私塾学校 当时宝定武术界 以武术名家 平静一的根基最深 平静一是回族 在宝定开了个包子铺 他在少林权和摔跤方面 明冠一时 当地某些习武者 常以其门徒的名义 横行事理 希拉同道 孙禄棠看不过去 于是打抱不平 登门访平静一 于问个究竟 不想平静一未等 把事情问名 就误以为 孙禄棠是来比武的 坚请与孙禄棠比武后 再论其他 不得已 孙禄棠只好按照 平静一的提议 比是摔跤 因平静一最擅长摔跤 两人一接手 平静一就将孙禄棠背起 然而在一片喝彩声中 平静一却无法将 孙禄棠摔到地上 平静一使尽各种办法 还是无法将 孙禄棠放倒在地上 孙禄棠始终安卧在 平静一的背上 相持许久 围观者越来越多 于是平静一只好认输 当众丢这么大的面子 对于平静一来讲 有生以来 还是第一次 这时 他已听不进孙禄棠在说什么 就草草送客了 当地一些全家 对他又是嫉妒 又是愤恨 打算暗算他 一天 二十余人暗服在孙禄棠 去喝茶的茶馆内外 等到孙禄棠进门接连之时 埋伏者前后夹击 孙禄棠毫不慌乱 从容应对 前点后登 把所有偷袭的人 一一打倒在地 一打倒在地